吗 然后话说今天广东 flat 乔中辅降了 Es 是从20多度降到 5度真的超级冷 但是也掩盖不住今天我们对高山的行政家常版的热情 那话说这台车呢 它车长呢是已经达到5米4多 然后轴距呢也有3米左右啊 它这款车真的是一个全尺寸的MPV 那其实呢 它是一个大六座的布局 那可以说是第一第二第三排呢 它都是给到一个头等长班的享受啊 好了我们来说一下它整个外观设计呢 可能前脸这一块呢 大家都会非常熟悉啊 就是高山流水啊 但是我个人觉得 其实这种大面积的镀铬呢 对于我人来说特别还是上了一定年级的人来说呢 他们还是比较喜欢这样的一个设计啊 那然后旁边这里呢是它的一个自行灯啊 那其实看起来走车就是前脸的感觉呢 还是比较有点那种不怒自威的一种感觉啊 然后咱们来到车厕呢 那真的非常之长啊 那其实轮胎的话呢 它是采用了米其林E Primus的一个主打 安静跟舒适的一款轮胎啊 那然后轮圈呢也同样是一个镀铬的设计 等于跟它的前脸跟旁边这些呢 是相互印这样的一个作用啊 它真的非常之长啊 那你看就是光是中间这道门 你看真的我感觉有一米的距离啊 然后上方呢 它是一个悬浮式的一个车顶造型啊 然后后面呢都是一个隐私的玻璃 那其实总体来看呢 那我觉得它车长真的是没有任何可以正面跟它对抗的对手 然后在造型方面来说呢 我感觉就是它为了要你有一个更大的一个车内空间呢 所以其实它上面的线条呢还是比较直的 然后啊 中间有一条腰线呢是往下走的 来到车尾部分呢 首先你会发现它也采用了当下最流行的一个灌风式的尾灯啊 然后呢旁边两个刹车灯呢也是跟前方的一个中网而是相呼应啊 也是高山流水这样的造型 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 你看到没 这个是一个Hi-4的一个高性能版的一个logo啊 其实在长城汽车啊 所有车型里面呢 其他车型可能只是搭载了Hi-4的市区 但是呢这个性能版呢 它目前是只搭载在这个高山的这个车型之上 那其实你要知道它这么大的一台MPV 在这个高性能版的加持之下呢 它的0百加速仅需要5.7秒 那由此可见了 那这台车的一个动力呢是多么的强 坐进这个高山行政家常版的车内呢 首先要说的几个亮点 第一就是它无论是第一排第二排还是第三排的一个腿部空间呢 都是非常宽裕 非常舒适的一个座椅的状态下呢 第二排它也能获得一个不错的腿部空间 包括第三排呢也是一样 那刚才我们在路上呢已经体验过第三排是吧 第二排在很舒适的状态下 我第三排也有非常舒适宽敞的一个腿部空间啊 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它搭载的这个CafeOS智能互联车机呢 在前方这里呢是有一个27英寸的超大的一个智能互联屏 然后上方这里呢有一个流媒体后视镜 包括我前方呢也有一个HUT的一个抬头显示 无论是看后面的一个车辆状况啊 或者看车速啊或者导航这些呢 都非常的便利以及安全 那然后值得一提的是呢 它的这套CafeOS呢 那在之前的一个OTA之后呢 它呢现在是多了一个雷尸KTV以及技能制造局 那这个技能制造局呢 其实有点像那种极客的玩法 也有点像让你变成一个编程人员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它现在你看到的一些什么智能冷卵啊 表白模式啊 上班通勤模式啊 这些就是整骨人的一些东西啊 那其实它里面这个新年教程里面呢 它都有很详细的去说明 那比如说怎么玩 那你可以根据个人的一个喜好 或者是你个人的一些设定去调整技能 比方说我每天上班 我需要他帮我打开导航 帮我打开空调 打开音响 还有打开座椅的通风 那我把它设定为通风是一格 然后呢温度呢是25度 还有听歌呢是听谁的歌 那其实它就像一个编程一样 你可以直接在这里面呢 直接去完成它的这个训练跟学习 然后呢 再让它进入这个模式自己去进行一个运行 那也可以 哪一天是你女朋友的生日啊 又或者是别的一些什么东西的时候呢 那你也同样可以这样去进行一个设定 那让它在特别的节日呢 去触发一些不同的那些功能 比如说点生日歌啊 这些东西 它这个可玩性呢是非常之高的 然后在其他方面呢 它车内其实它是打造了一个零甲船这样的一个生态 那让你上车呢就是在车内呢 无论是你的家人或者朋友都能享受到它这个零甲船这样的健康的一个环境 值得一提的是呢 它车内的比如说它的侧空气帘呢 比如说你真的不幸发生意外的时候呢 它这个气帘呢 其实可以保压6秒 那6秒的时间呢 在你翻滚啊或者什么的时候 它能够持续的去更长时间的去保护你 而不是说扶持一下弹出来碰了一下 然后立马就消失了这样 除了气帘之外呢 它还有一个高强度感的猛似车架 那样整车的一个安全呢 真的可以说是拿到一个顾弱经胖的一个效果 然后咱们呢就立马去到第二排继续体验 现在已经是坐在第二排的座椅之上了 正如我刚在车外所说 得益于它一个将近于3米25的一个轴距呢 其实你看我腿部空间一拳 两拳 三拳 四拳 五拳啊 哇塞 这么恐怖 五拳的一个腿部空间了 然后我等一下呢 再坐在第三排去看看那腿部空间 先记着这里是五拳 然后头部呢 也有两拳再加一指左右的一个头部空间 整个空间呢也是真的非常的宽敞 然后值得一提的是第二排座椅呢 它除了像头等舱座椅之外呢 我们再抬头一看一看 其实它上方呢 它有一个流星雨模式 有一个常亮模式 还有一个是呼吸灯的模式 也就是说它会跟随着音乐律动 会一闪一闪这样去呈现那个效果 要知道这里呢一共是有830克星啊 包括那个流星雨 那所以在这个豪华的细节上呢 这个高山行政家常版呢 真的是武装到牙齿啊 真的是每一处的一个细节 你都能发现它的豪华所在 在我前方的这里呢 它有一块桌板啊 那包括副架那边背后也是有一块桌板 那不用说这个呢 是方便我们平常比如说长途出行的时候 但你又要临时办公的话呢 那你就可以在这个桌板上去进行一个电脑操作 在我的左手边这里呢 你会看到一个哈曼卡顿的一个音响啊 那其实呢这款车呢 它全车呢一共是有20个扬声器啊 你看包括我头顶的这个位置 然后还有后方的那个低柱上面呢 它也有这个扬声器 那所以说呢就是你如果坐在后排 然后像我刚才那样打开这个智慧吸鼎屏呢 然后呢你就可以在这里欣赏电影啊 或者是欣赏音乐 那让这个车子呢 化身为你的一个电影院 又或者是音乐也不听 所以我觉得高山行政家常版真的是豪华这方面 真的同级里面真的是数一数二的 它绝对是在一二位的位置啊 那然后再来别的细节就是前方这里呢 它会有一个冰箱啊 那非常大的一个冰箱 你看就是如果放水的话 这里放四五瓶 然后这里还可以放一些饮料 放个十瓶饮料呢 都是没问题的 然后它有冷热的功能 那因为今天广州突洋降温降到五度 那我们现在呢就把它温度调成一个热的 然后呢我们在车上也可以喝到那个热饮 真的非常暖心非常贴心啊 现在我已经坐在它的第三排之上啊 那后面呢是还留有一个储物空间的情况下呢 你看一拳两拳三拳也是四拳的一个腿部空间 你看一二三四 哇塞有没有 那所以它形造出真的是一个一二三排都有超大腿部空间的一个状态 那而且我这个靠背你看我还可以继续往后调 包括我座椅呢 那它也可以这样就能形成一个非常舒适的一个坐姿 在路上来的时候也多过这边还有座椅通风加热 然后还有跟第一排对讲的一个功能 这里还有一个胎吸的快充口跟USB充电口 高三行政家常版呢 它真的是能把一二三排都照顾得很好 而且我这个角度呢 我能看到第二排的智慧吸顶屏呢 我这里也看得非常清楚 所以说在欣赏那个电影的同时呢 我这里也能够欣赏到 而且你看我这个位置两边都有那个扬声器在 所以其实它的这个环料呢 它还是能做到 话说我们现在开的这台高三行政家常版 它最大的一个亮点呢 是它搭载的这套开锅的一个高性能版动力系统呢 其实它是在性能之上做驾法 然后在能耗之上呢做减法 那所以呢 让它这么大的一台车 它都能达到一个5.7秒的一个零版加速 那在满电的情况下呢 它的一个中和油耗呢仅为0.9升每百公里 但是在亏电的油耗情况下呢 它的一个油耗也顶多只是7.2升每百公里 那你要知道这么大的一台车 它也只是这么低的一个油耗 而且是亏电油耗 那可想而知 它的这套 i4的一个性能版的一个混动系统 确实是做到十分的高效 那这套系统它之所以能做到这么省 是因为它搭载了一副1.5T混动专用的一个高效发动机 那让它的一个油耗表现呢 可以降低9% 就对比之前 而且呢它搭载了高效低组的一个电池组 而这个电池组呢是44.28度 那让它呢 纯电续航呢 比起之前的旗舰版呢 要更加高 能达到170公里的一个纯电续航 那也就是说你日常就是通勤代铺的时候呢 你完全可以把它当成一台纯电车来使用 但是呢在你长途出油的时候呢 那你又能将它当成一台养油车去使用 而且不需要担心它的一个续航里程的问题 而且它这么低的一个油耗呢 其实它的一个中和续航也是非常的长 然后在舒适性表现方面呢 那其实这个高山行政驾长版给我的感觉 那就是它避震的调校呢是十分具有韧性 那为什么其实你看我们现在在这种盘山公路上 一直这样左右的拐弯 那其实给我的感觉它避震的支撑性呢还是不错 然后我们在压过那些刹紧盖的时候 你看我现在故意压两个 你看其实我能感觉到它有轻微的震动 但是呢就是那个震动呢是会被隔绝于我座椅之下 也就是说其实我在方向盘跟这个脚步呢能感受到车辆的一个动态 但是我这样乘坐的话呢其实我感觉还是蛮舒服的 就不会说让我感觉到有不失这样的一个感觉 就是特别是在高速上过来的时候 我故意做到第三排去体验 其实它的一个就是对于一些颠簸的处理呢还是OK的 那好了我们现在又过一个坎 你看你看这个比较大的坎 虽说车子是有摇晃 但是呢我觉得就是其实在住我椅子上 护士腰部不会感觉到护士 所以我觉得这个高三确实它在各方面的一个表现呢 确实都是可圈可点 好了我们经过一整天跟这个高三行政家常版的相处之后呢 首先它给我的感觉呢确实是它的尺寸真的是非常巨大 在同级里面真的是数一数二的尺寸 你是找不到第二台有它这么大尺寸的一个MPV车型 然后第二呢就是它里面的空间的实用率呢确实也非常棒啊 无论第一排第二排还是第三排的一个腿部空间呢都非常的巨大 然后第三呢就是它的这套Hi-4的一个高性能版呢 它真的是能够将性能做加法 将这个能耗做减法 我们回程的时候呢因为亏电的状态就是它只剩8公里的一个纯电 然后我就选择了智能混动的模式 然后这样一路开回来呢 现在它的一个纯电续航呢还有24公里 然后呢我们的电耗呢是18度每100公里 然后油耗呢是5.3每百公里 那也就是说其实比它所说的那个亏电油耗呢 还要低了两升呢 由此可见它这套Hi-4的性能版呢真的是非常省油的 然后到最后一点呢在所有的一些豪华以及配置的细节上面呢 那我觉得这个高三行政版确实是可以说真的是武装到牙齿啊 那而且包括类似于劳斯莱斯的金空顶啊 又或者是大彩电啊大沙发还有大冰箱这些呢全部都给你配齐啊 那最重要的是它就是第三排都能享受到跟第二排一样的这个享受 那再加上它整车的一个NVH表现啊 还有非常有韧性避震的一个表现呢 高三行政家常版呢确实能对得住它的这个价格